在上周日,极限挑战第四季完美收官,同时标志着第二季度综艺大战正是落下帷幕。 但是,第四季最后的收官战也是非常令网友遗憾,因为在本季收官战中,极限挑战的男人帮并没有完全合体,一星因为档期冲突,无法参与录制。 其实,本季极挑战一星也是缺席录制最多的常驻MC,这也没有办法,因为节目组多次临时录制,一星也没有办法与之前订好的通告进行取消,所以也是实属无难。 但是,节目度还是非常良心的,虽然一星没有跟五位哥哥一起录制,但是一星的部分是在其他地方与五位哥哥而进行同步录制,之后通过后期的神剪辑,才展现出与哥哥们同在一起的画面,也是感动无数网友。 而对于本季极挑的收官,以及张一星的表现也是暴宫海外,来看看外国网友如何评价,对于外国网友的评价,也引发国内网友的关注。 大家对此怎么看呢?喜欢小编的文章欢迎关注。